因为以讹传讹的原因,或者有的人故意混淆视听,现在网络上潘凤和吕布都齐名了,潘凤是谁?这位在正史中是不见经传的,但是在三国演义中,他是济州韩副的手下大将,当华雄逞威风之时,被韩副举荐出来应战华雄。 结果呢,被华雄一回合斩杀的潘凤,也成了网络讽刺的对象,与此同时,人们编换一辈传言,和他齐名的吕布来。 世界上,整个三国演义中,潘凤的出场实在是有限,连配角都算不上,而且没有任何台词,他所有的名声完全就在含服的一句称赞之词。 先看看吕布,吕布不仅是历史上实有其人,而且以萧勇著称,出身并周,后来投靠董卓,接着被王允利用刺杀董卓,而后和曹操反目,夺取崇州,随后又夺取徐州,然后在曹操和刘备的合击之下才灭亡,是汉末实打实的诸侯之一。 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,提到吕布总会想到一个顺口溜,一吕二兆三点围,四官五马六张飞,吕布永利无双,虎牢官三鹰占吕布,但这些都是小说家的塑造,并不是有史实,所谓三姓家奴也是事出有因。 你说吕布天生就是个叛逆的主,倒不如说在是一次次的历练中发生了变化,只不过吕布选择了一条很自我的道路,因此才不为世人所容。 吕布出身还为依靠自己出设的军事素质,在东汉末年乱世之中获得了自己一席之地。 像吕布这样的人,即使能力突出也没有机会,因为他的出身限制了他的发展,因此他不得不依附于并州慕丁元,好获得进身入室的机会。 因为丁元很信任吕布,董卓就用宝马官位勤财去诱惑吕布,吕布没有忍住诱惑,所以背叛了丁元,利用丁元对他的信任行刺丁元, 用丁元的人头为自己带来了荣华富贵。 这张的为人确实让人不迟,董卓这个人蒙莽冲动,经常会因为小事而发怒,因为他的专横跋扈,所以总是担心有人行刺自己,因此总是把吕布带在身边以防不测。 但是,董卓把吕布看成了身边的一条狗,并不真心相交,经常因为小事就用武器向吕布投掷,因为吕布身受敏捷才多次化险为夷,但长此下去,万一哪天没躲开,吕布可就麻烦了。 为此,吕布就萌生了除掉董卓的念头,没有貂差的美人计,只有董卓的残暴多疑和吕布的自保求生。 吕布和王允接触,是因为他们是老乡,王允早就听说过吕布勇力过人,因此用了很大代价去拉拢吕布,刚好吕布在董卓手下很不如意。 因此,对于王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,诉说董卓多次想杀自己的情况,吕布在丁元手下做的是主播,而丁元自己的职务是齐都尉,吕布杀了丁元后,董卓封他做了齐都尉,不久又晋升了吕布的官职为中郎将,加封都庭侯,看上去似乎董卓对吕布不错,比丁元强多了。 实际上,董卓也只是把吕布当作了保镖,并不能算是信任和倚重,你看看王允是怎么对待自己这位老乡的,他不仅进封吕布为温侯,并且和吕布共长朝政,这就是区别。 这个时候的吕布已经不满足于跟班的角色,他渴望获得政治上的权利,王允满足了他的要求,和他成为了合作伙伴,而不是只让他做身边的一条狗。 吕布杀死董卓后,对于梁州人是畏惧和厌恶,而梁州人对吕布都很怨恨,加上王允并不打算放过准备投降的李雍郭寺,结果导致梁州军反攻长安,吕布立战不敌长安沦陷,梁州军又控制了长安。 吕布只剩下几百骑兵,跟随自己逃出长安出武官,准备去投抗袁术,但是袁术却不领情,认为吕布反复无常,袁术算是世家大族的领袖人物,而吕布在他眼里, 不过是一个倍得不易的低贱之人。没办法,日子还要继续过,吕布投靠到袁绍麾下,不过这位主人尽管收拢了吕布,但并不打算重用他,对他也不信任, 吕布对手下不加劫志,因此这群士兵比土匪还凶恶,经常去抢劫行凶,极大地影响了袁绍的声誉。 因此袁绍对吕布十分忌惮,让主人忧虑,那么这个臣子的好日子就算是到头了。 吕布察觉到了袁绍的变化,从最开始的亲近变成了现在的疏远,于是便请求离开袁绍,袁绍卷吕布早走, 还怕吕布为他人所用成为自己的对手,于是连夜派人去刺杀吕布,但没有成功。 事情败落后,吕布彻底对袁绍死了心,他带领自己的心腹去投奔张扬,袁绍命人追击, 但袁绍手下这些人都知道吕布的厉害,没人敢靠近吕布。 与其说是追击,还不如说是送行,眼睁睁看着吕布离开无所作为。 这段经历里,吕布东奔西走,总是想让人收留自己,但他发现, 世家大族不屑于收留他,地方豪墙不愿意结交他,他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选择走自己的路, 尽管荆棘丛生,但好过受他人的鸟气。 很多人说吕布是个匹夫,但事实是,那个时代里的曹操忌惮他,刘备怨恨他,这样的人不是匹夫, 虽不能说是英雄,但也是东汉末年,争凶天下的一方豪强。 那么潘凤呢,正史上没有,演义中台词都没有,仅仅是韩复的推荐之词, 完全不知道他和吕布齐名的来源是什么。 这位正史上没有的人是完全不可能和吕布齐名的。 那么正史上的讨伐董卓是怎么回事? 三国演义中,因为董卓费力皇帝祸乱朝纲, 引来忠于朝廷的大臣联合起来讨伐。 在当时,关东的诸侯诸将联军推举袁绍绍为盟主, 一时间十八路诸侯声势浩大,掌握皇帝的董卓也丝毫不畏惧, 派出自己的军队应战,首先派出胡真带领将军华雄共同拦截关东诸军联军。 这位华雄勇猛无比,先是击败了长沙太守孙坚, 后来又斩杀了袁绍部将于舍,接二连三地打败诸侯联军。 一时间联军内听到华雄的名字就变色, 然而没有谁能十拿九稳地击败华雄。 另一边,华雄连胜之后,竞家物中谋人,妙武扬威, 这样的场景让诸侯联军有气没处输。 这时候担任冀州牧的韩副队大家说, 他有一名很有能力的大将,名字叫潘凤,可以斩杀华雄。 争筹没有人出战的时候,袁绍于是命令潘凤出战, 但是刚刚一交手,潘凤被华雄斩杀。 而后,关于初恋一回合斩杀华雄三国演义中, 韩副的职位为太守,实际上在诸侯起兵的时候, 韩副已经被董卓任命为冀州牧了。 当时袁绍是渤海太守,渤海属于冀州管辖范围, 也就是说袁绍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下, 他是韩副的部下,但是袁绍是高门大帝, 加上袁家四使三公的家世背景, 袁绍诸杀宦官的功绩在朝中和董卓硬刚的勇气, 让诸侯们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, 其他如玉州刺史孔秀,冲州刺史刘代等职位都高于袁绍, 但是最后还是推袁绍来做盟主。 在华雄进攻孙坚的时候,华雄就战死,被孙骁消首。 但是演义中,孙坚的帽子啥的都被华雄抢走, 可以说完全颠倒黑白,而且关羽以及刘备都没有跟随公孙赞讨伐董卓。